姜咝 玻璃的呈現 創作就是這樣 我有我的特色 你有你的特色 你也沒有辦法模仿我 我也沒有辦法模仿 做出個人的特色 現在來說就是說 我都不想吃了 我都不想吃了 學習是時薪雕塑法 後來是因為我做外銷 看到別的老師他們會做拉絲編織 所以我只看九世然而然我就變廢了 我就自己也會拉絲過 我那時候都是做外銷生意 那我都是向貿易商接訂單 然後我生意很老 有好幾十位的老師在幫我製作代工 然後我品檢後才外銷出去 經過十幾年後 大概十五年了 就是變慢慢的縮小 因為一些廠商也外銷 在八十年代他們都已經外銷過去了 然後訂單慢慢減少 因為大陸那時候他們學習也漸漸 技術成熟 所以就訂單慢慢減少 文化局舉辦那個 第二屆的國際玻璃藝術展 因為我們住原評論有 藍市那邊有米粉聊 大家都在曬米粉 那我之前都看看 我那米粉排一排很漂亮 那我自然而然就 我也可以用玻璃來做米粉 米粉又是敵方特色 那玻璃也是敵方特色 兩個結合在一起更顯示特色 所以我就用玻璃去做 結果真的得獎 就是這樣 就要從這一得獎 培養出我有興趣開始創作 我常去運動 然後就看著那 我玻璃因為我是手工 沒有辦法做大劍 就想漂流木來結合 應該是可以 吹了以後就折斷 折斷就變這樣 就自然 一直撞擊一直撞擊 在海邊一直滾一直滾 然後山上一直撞擊石頭 一直撞 變這個形狀 就很漂亮 你要想一想 這裡一個是孤老石 然後 從這裡長出來都很漂亮 所以這個我就有喜歡 這樣 要做很大劍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就是靠漂流木的造型 它自然成形的那個造型 再配合我的玻璃花 用花自然去呈現出來 漂流木 它一定要結合玻璃花 還缺少一個東西 因為它必須要 能站立 能什麼 因為 因為如果你把它記平 把它記斷 那個就變沒有自然 所以我就去找一些嚴厲的 廢氣的那個孤老石 去跟那邊買來 跟它相在一起 就變三種玻璃 結合在一起 就 孤老石 也呈現自然的生態 就是 讓現代玻璃跟自然結合 產生更漂亮的一個作品 就這樣 跳脫我以前 所創作的那個作品 完全不一樣 有生命力 有吸引力 就好像欣賞真的花一樣 就是讓你看到 心情會很好 那種感覺 就把神韻完全的表現出來 因為我教大部分都教別人 教別人 他們也會做 但是也沒有繼續做 如果要套設就套下去 那就有 為什麼沒有機器 就是因為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量 也沒有辦法維持生活 人家就要改行 固定上班 就有固定的薪水 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現實的問題 就是這樣 一些老師都老了六十 像我還算年輕六十 四十歲 有得到六七七十幾 那這一些 老師如果凋臉以後 那就是慢慢就沒有了 我的下 就比我年紀一千的 也都五十幾歲了 他們也都五十幾 如果再沒有培養 就是應該是斷層 後來就是變 變很少人會做 這樣 這個技術就 就是國外 在國外就看得到了 國外人也會看得到 到最後就這樣 像我都做四十六年了 醫生的歲月累計 就投資在玻璃 在國外人也會看得到 大蒜 也會看得到 你不想像你 你不想像你 那是 我先說 你不想像你 我先說 會有一個 我先說 我先說 你不想像你 你不想像你 我先說 你不想像你 我先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